Morning大家早上好 我跟腾哥昨天晚上睡了三个小时 现在准备出发了 他在做最后的整理 拜拜 下次见 Vegas 我们落地了 真的 我全程都睡不着 然后快落地前一会睡着了 其实我一上飞机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操的人 因为我左边的那个小姐姐 拿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东西 疯狂地打气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小的椅子 小的那种可以坐到那种小蹲子 然后把自己的腿就放上去 然后就超级爽 然后我右边的那个姐姐 她呢就戴上了手套 全程都戴着手套坐飞机 我也不知道 就可能人家觉得飞机上不太干净吧 然后我不是睡了一下吗 睡一觉起来以后 我左边那个姐姐开始换睡衣 就是在座椅上完成了 然后我右边的姐姐就开始化妆 在中间我觉得 我是不得干点啥才行 然而我并没有干 立一个flag 就是今年要变成一个精致的蜘蛛女孩 一合来就在我们楼下 concierge这看到了有巧克力 因为快到了情人节 公寓的情人节礼物 比堂哥的早得早 现在准备去吃一家 在韩国城的Hammaru 它有点像那种韩式的火锅 然后里面有那种特别大的那种骨头 然后都是猪肉 因为我觉得今天就很冷 想吃点暖洋洋的东西 好想Vicky还有DeeLen 对啊 看DeeLen吃特别有食欲 大家没有感受过现场版的 超爽 这个停车位简直堪称完美 这应该是我们来韩国城 找到的最好的一个车位之一了 就是这家Hammaru 吃完了会稍有点味 衣服上 我们每次吃的都是这一个 Sat B 然后里面有4个Porkbone 这一个就够两个人了 才28.95 就是这么一锅 看着非常的朴实乌滑 但真超好吃的 最喜欢吃韩国餐里面的这些小菜 可以吃下每次都特别会吃 还快两时候烫 这家真的好划算 我们吃完还打包了一下 对打包了一桶 还剩了挺多的 我洗澡的时候腾哥在这儿 你做了点啥来这儿 泥粥 泥水 昨天看杰伦的演唱会 然后嗓子吼得太疼了 对 嗓子直接喊哑了 心酸吗又要上班了 不心酸 终于可以上班了 特别喜欢上班 老爱的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爱 这个绿萝我们去Vegas之前 我已经教过了 回来以后看了 他长得很好 就特别的挺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龙猫 去年去西雅图的时候腾哥买回来了 然后今年他就再也没有拼过他了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我先过把这副茶刀了 然后今天就要开始剪片子 然后把之前拉下来的工作 在这两天尽快能够加班加点的干完 每次旅行完 其实刚回家的头一两天都特别的 就感觉心里面特别的空了 因为旅行的时候 你都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本身你就特别的轻松开心 然后你旅行的时候 也不用太多的去工作啊 剪片子什么的 这两天每天都有陈人给我打电话来 就骗子 800然后777这个开头这个骗子 怎么这么多骗子 遇到这种骗子千万不要听他们的 因为我看在美国这边还有人被电信诈骗 然后对刚才说到哪 旅行的时候你也不用太多的去 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之类的 所以整个人就特别的relax 单回家以后呢就开始工作 然后而且多还是自己一个人 所以就觉得 不过呢一定要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以后再能 下次再继续出去玩 然后大家也一起加油 刚刚蒸好了今天的午饭 就是昨天打包回来的这个 然后呢还给自己蒸好了米 我跟大家讲我今天早上 就是编剑片子 然后一直在吃这个饮食 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好吃 哇沙比口味的 然后这边呢是海苔 然后这边呢特别像锅巴 你要听真的话吗 不是我不喜欢你 我很喜欢你 但是我 它没有办法让我感觉很真实 不用浪费自己的机会 不用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刚刚起来要去上厕所 就发现外面已经开始下雪了 好大呀 我刚才跟大家说下雪以后 没过多久腾哥就给我打电话了 说他要回来 因为他们公司就提前下班了 你们看 已经有了鸡血了 辛苦了 来给你拿了点巧克力 你先吃一点 本来我想让腾哥回来回先吃饭 但他怕我们如果晚一点 再去后腹的话 超市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他回来以后 连家都没有上 我们在后腹秒速买完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糖 这个糖我原来上班的时候 其实还挺常买的 因为原来上班每天要说很多话 它有点像那种咽喉糖的感觉 然后是那种柠檬味的 还挺好吃的 给腾哥买一个这个 让他的喉咙没有那么疼 腾哥实在是太累了 我让他睡觉他又不睡 说等会儿还有工作 所以他吃完面以后 就在沙巴上就在这儿待着呢 哎呀 他觉得你生病就变得好可怜啊 你OK 我没感觉 Dylan也不行了 真的啊 真的 刚才Vicky问我说咱们怎么样 我说你已经倒下了 他好像也有点就是感冒之类的 哎 把把杯子给我 准备给他泡点这个泡腾片 就如果你感冒啊 或者说不太舒服的时候 可以喝一点 泡腾片长这个样子 而且生病也要多吃这种像橙子啊 这一类的水果 像我们这个橙子 还是上次朋友带过来的那个 特别的甜 像假橙子 感觉腾哥现在活过来了 对睡一觉好冷 哎 我好难过 真的已经三年了 但是每一次只要我一发视频 早上就会醒很早 我今天早上再一次 六点半就行了 哈喽 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就是情人节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但是腾哥现在已经去上班了 二月份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节日太多了 二月份是他的生日 基本上每年的春节都是在二月份 然后同时二月份还有这个情人节 所以三个很大的节日正好都聚集到一起 然后前段时间给他准备那个生日的那个 都搞得我非常的 生气 因为他都猜到了最后的生日礼物了 不开心 哦对 哎 脑子不太好 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正在涂的这个庄前乳 是娇蓝的这一罐 都快用完了 我自己防晒啊 还有护肤之类 刚才已经在洗手间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他刚一上脸的时候 有一点点微闪 但是很快呢 就没有那个微闪的感觉了 吸收的很快 我觉得特别的保湿 所以我很喜欢 然后最近一直在用的这个粉底液呢 是Laudry他们家的 色号呢是10号 比CPB的那个气垫粉底液好像100倍 CPB的那个底妆产品啊 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很喜欢 然后后来就发现越用越难用 出油超夸张的那种 在我脸上持妆效果也就两个小时 之后就超级的斑驳的那一种 哦 今天好像放的有点多了 流动性真的很强 用在脸上以后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但是它的遮瑕力不是很高 低到中度的这个遮瑕吧 然后眉笔呢 我最近只用的是火蝶鸟的这一支 色号呢是03号 笔头呢就是粗细适中 不像benefit那么细 我发现我画眉毛的时候不能说话 一说话就容易嘴飘 而且我李懿这镜子非常紧 恨不得把镜子给吃了的那种 还可以 还可以哦 然后接下来的眼影还有三红呢 我会用这一个离合来画 这个是yesstyle那个网站 他们送我的一个亲人节离合 是我亲人节收到的第一个礼物 也有可能是唯一的一个 然后今天呢我也会抽两个小伙伴收到这个离合 它这个离合长得还蛮漂亮的 里面我还没有看 我现在有一张贴纸 非常好看 so sorry 这两个都是眼影 这个呢是指甲油 然后这个是腮红 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是一个香水 然后这两个呢它都是口红 黑色的这一个我觉得它更偏大地色系一点 白巧克力这一个有点偏红棕色系 这样看比较明显一点 嗯 我以为味道也会是巧克力的 然而并没有 最近的刷子呢用的就是鱼哥的这个青桃的系列 然后我想把这个颜色还有这个颜色叠加到一起 然后涂到眼尾然后往前晕一下 颜线呢用的还是这一支 然后睫毛呢我就不画了 因为我现在还有几个假睫毛在这支撑着 所以就勉强的动作 我已经画过睫毛了 那腮红呢我就会用这一颗蜜桃色 有点多了 在垃圾桶上弹一下 大家不要介意 再来弹一下 嗯 我喜欢这个腮红的颜色 好看 然后现在三红我涂的都是有点 稍微大面积一点 就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日系美少女幼苗 太漂亮了 今天这么说自己 但是这里面呢没有含高光 所以说高光呢我去用我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人看起来就非常的不一样 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最后呢是口红 这颜色是非常的水蜜桃色 很粉嫩 然后这个颜色呢要偏深一点 对于我个人而言 其实颜色稍微深一点的会好看一些 但不是那种大红色 嗯 很水嫩 它这个颜色 你们觉得这样子好看吗 因为这个帽子我之前戴的时候我是 把头发披着 但今天因为我没有时间把头发夹直了 所以说我呢就是把它在后面扎了个小啾啾 然后我现在呢自己就要去看一个展就在Newbury Street 情人节这一天他们才会开这个展 所以说我现在呢就准备过去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就准备改天再吃 吧!他们已经开始了 就是在这儿 Oops! Sorry!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画这个 我跟腾哥一人画一发 好热爱 许多有点 好热爱 唯娱 成哥超级热爱 我以为我应该该拍摄 老师让我们先画个圆 我们的圆还行 我们的圆还可以 到现在位置 我真的能画成老师那样 大家说我是插带我 点了点炸鸡铃 这样就可以边吃边画了 我们看完了 超好 给大家看掌 一二三 还可以 还可以啊 真的我觉得还不错 好看 大家情人节拍了 情人节拍了 我们回家啦 然后没有想到我还有花花手 还有个东西 有 哎呦我天呐 被我看到是什么了 我喜欢这个花瓶的 好好看 是吗 嗯 它还有个白色的 刚二选的白的 所以我临时期 我觉得这个好好看 这个红的 腾哥现在审美越来越棒了 过节真好 希望天天都过去 然后腾哥还给我买了一个 这个东西 我要去退了 为啥 哎呦我要去退了 你为啥买这么贵的东西呢 我不要 没事 我是觉得挺好看 而且是白贝母 就是让你幸运给你转运 谁说的 大家看看吧 你先带带看着 我不要 这是好看的 太多了我 没事吧 带脸 感觉腾哥开窍了 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画 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等它 就是 完全变干礼服 就可以挂到家里面了 情侦节 完美结束 我们明日见 拜拜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五 但是 今天有一个 doctor appointment 所以说腾哥现在跟我就要去医院 然后呢 他今天就是work from home 等回家了以后呢 要继续工作 这样 感觉他其实前两天病有好一点 结果肩膀起来感觉又加重了 可怜 刚刚看完李医生 然后现在准备去吃点午饭 因为已经12点了 今天这个医生 他前面那个人 好慢 所以我们往后延了一个小时 我们准备吃这家雪浓汤 因为腾哥这两天 嗓子不是还是有点痛吗 他们家有那种比较清淡的汤 今天准备点这个 香辣牛肉汤 腾哥准备点一个 kabi tan的这个 套餐 然后再加个boggi 这个豆腐是我在韩国小菜里的最爱 超级无敌好吃 他这锅好辣呀 这个我真是看着我都要不行了 咋就能这么爱吃辣呢 辣子你全是最好的尝试 牛肉丝超级的烂的那种 然后里面还有粉条啊什么的 天上还有地下的区别 你看他非常心虚的跑走了 我被腾哥传染了 我刚刚就是我们回家以后 因为我觉得就特别累 特别困 然后就睡一觉 结果睡一觉起来后 我就觉得狂打喷嚏 像我昨天和前天都没有这样的症状 然后今天开始狂打喷嚏 但是他已经快好了 你快好了 我觉得你其实 对我能感觉到身体会已经差不多了 一般来说 其实像感冒啊 还有这种传染 其实都是病快好了 这时候才最容易传染 像刚生病还有生病期间 是不容易传染的 我们家正在洗衣服 超可怕这个生活 所以说现在就该轮到我了 然后我们准备现在出去买点汤圆 我刚刚突然一下子特别想吃汤圆 就想吃汤圆 那个劲就完全下不去 我们现在也快那个什么了 是啊 就是元宵节了 我就好想吃汤圆 所以我们先准备去趟Hmart 然后呢又特别想吃包子 我特别想吃顶太风 但是Boston也没有包子 所以准备去18仙 今天买一点那种上海的灌汤包 当做今天的晚饭 我们回来了 今天其实没有买太多东西 鹏哥的葡萄 他的最爱 这个是上次给大家介绍的那个零食 这个超级好吃 是天妇罗 还有这个海苔 和芥末味的 杏鲍菇 今天买了一个大盒草莓 然后我们买了三盒汤圆 因为汤圆我俩都很爱吃 这个是紫末的芝麻 这个我之前吃过很好吃 然后这个是桂冠的吃满的 两个味道我觉得没有差太多 然后这个是桂冠的红酒的 然后我们刚才还在CVS 又买了一个泡糖片 今天的晚餐超丰盛 但我们俩超傻 买回来米饭以后 因为我们的洗碗机正在工作 所以说只能拿这个盘子来吃米 然后这是我买的 这不是盘子 对这是盖 这是我的小笼包 然后这边我们买了一个栗子鸡宝 这个超好吃 是我去他们家每次鸡宝都会点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新菜叫做 黄醋莲花白 我刚才偷偷吃了一口还不错 还挺饿的 终于可以吃我的小笼包了 虽然说没有顶太风 还是很满足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可以溢解我的这个思念之情 吃完饭来是汤圆 这个紫的是黑芝麻的 然后这个白的是那个红豆的 巨田无敌 对啊 而且它这个芝麻都流出来了 最爱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我们走吧 现在去吃早茶 今天天气准太好了 春天 真的 好开心 真的 然后这周还是个长周末 周一是总统节 但是我们是周五才知道了这个消息 周四还是周三告你的 反正但是我们是上周很晚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消息 所以说没有提前安排 这两天的话呢 就稍微的小小的休息一下 因为腾哥也在病刚刚好 然后我好像有一点点感冒的症状 所以也不想就是去太辛苦 巨妇楼 我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一家扫茶 看看怎么样 他们也来了 在那抱着他们的宝宝 啊 赶紧去拿 赶紧去取 哈喽 哇 这个人也太多了吧 天呐 我朋友刚才说这家超级好吃的 现在很期待 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可以吃饭 还挺新的 人真的好满 腸粉要吗 要 蛤 要腸粉 腸粉有那个油腸啊 比较 有带油条的那种吗 有叫的 哦 那个要叫 哦 那我们等会儿重新叫一个好了 这个是糯米鸡 哇棒哦 看起来 这个好吃啊 相当点香 看见没有 有了宝宝以后就得先伺候宝宝吃饭 这就是他们家的老大 我们还要了一份炸粮 早茶的灵魂 只是奉长 这个是新鲜出炉的流言酥 每次下战斗力还是很棒的 我已经吃不下了 你回来超酥 特别酥吗 就是我在波士顿吃的最好吃 是吗 刚才它这里面榴莲特别多 然后皮很薄的那种 我在波士顿其他家吃都是那种 皮巨厚 然后榴莲只有一点点 这真的很良心 我觉得 榴莲爱好者吗 可以来这家 嗯 我们现在来逛一个家叫做Russos 是叫Russos对吧 叫Russos的一个 Farmer's Market 意大利人开的一个家族的产业 这位朋友干过科普 就是他们家里面会有很多意大利的特产 或者一些比较有欧洲特色的 你看它的这个外面 都跟别的超市长得不太一样 刚才刚吃饱的时候 可以加特别困 现在又活过来了 水果超多 而且看着都好新鲜哦 你看它这个摆的颜色 特别有那种光土的感觉 这个是哪儿的呀 从来没有见过 长得像八角 这个水果叫这个名字 我朋友说一定要买 是个很奇怪的柚子 什么就用的吗 对 干净拿了两个 然后它这边摆的好可爱 上面都是这种水果 比如说这个是蓝莓啊 然后还有这个红色的莓子 然后下面全部都是他们的果酱 这是我朋友推荐的一个蜂蜜 这长得颜值也太高了吧 然后这个区域全部都是我们亚洲的菜 像娃娃菜一样的这种 这就几个 哪个人没吃呢就没了 说真的 我只以为咱俩是来看一看 没想到买这么 这个是一个带紫然的cheese 里面看到的这些粒就是紫然 你朋友说特别好吃 就跟零食一样 会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这个 我们要不要要一个这个吧 这个是紫然的 我不要 紫然的cheese 你不是最喜欢吃紫然吗 我喜欢吃紫然的羊肉 我要拿一个 你可怕的好吃 哎呀你试试吗 尝一下尝一下 特别不情愿的拿下来了 辣子 你看见没有 哪有些辣度 辣度 这都是它的辣度 这辣度越高的其实是越辣 看辣椒的有多少 超可怕 对 看这个 哇 这个是最辣的 这个是百千万 十万百万 那这个也很可怕 这个应该是今天最辣了吧 就这个东西 一百万到两百 哇 这是哪里的辣椒 也太可怕了吧 然后一看是我们中国四传的 这是什么东西 印度苦瓜 印度苦瓜 哎还真的 印度Bettermelon 我觉得这个印象特别神 感觉跟蜥蜴似的 特别像恐龙吃的东西 大家猜这个是什么 闻一下 闻到了吧 如果你们去吃越南菜的话 肯定会用到这个香料 叫做柠檬草 是真的有那个河的味道 就一进到他们那个餐厅里面 就有一股这个味 应该就是这个香料 看图猜不提的时候了 这个东西 我保证大家猜不到是什么 这我这辈子第一次见 猜对有讲 茄子 但是呢 它是泰国的茄子 这怎么吃啊 天哪 泡菜 泡菜 这个牛油果和旁边这个牛油果 对比一下 这是牛油果之王吧 也太大了 这样看 好大一棵 然后从这个里面进去以后 这块呢 都是他们的冷冻的花房 这里面好冷啊 我要疯了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 pastry 看着好好吃啊 我买完了 好棒啊 今天 感觉买了好多奇怪的小玩意儿 因为上次我朋友来我们家吃火锅 不是我们带了很多橙子买 然后后来我就加到他们那个团购的群里面了 这次买了很多橙子 然后呢 又买了一点这个 金武的鸭掌 然后还有这个 嗯 穿味的这种腊肠 然后这个是微辣的 所以说先试试看 如果好吃的话给大家推荐 如果不好吃的话就不推荐了 好乖呀 你带个这个 其实你还挺适合戴渔夫帽的 为啥 还有男生戴那种 还挺有那种 还挺有那种日系的感觉 你自己去照一下 我看 你去看看 好美哦 丑死了 鱼啊 把哥的秀发都找到了 给你们 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喝 喝水 赶紧回来 然后我们又泡了一个 这个小青干 然后又洗了点这个葡萄 还有这个橙子 这个橙子就是刚刚团购买回来的 那一个 哇 吃完水果好好爽 啊好渴啊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转转 觉得它好好看 而且这次的这个味道很好闻 就对不对 新出的这个香味 就非常的清香 而且呢一点都不浓郁 点在家里面 你不会觉得很熏的那种 这是买了两个这种大的 就是share用的勺子 因为我想说外国人 不像我们中国人 他们吃饭 都喜欢就是每个人的叉 就是你一定要用这种 分享的勺子来咬 我们家 现在是星期六晚上的8点1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家非常可怕的鞋柜 真的 现在这样子看其实还好 三 看下 二 蹦蹦 超可怕 我们的鞋一直延伸到了这儿 然后这个鞋柜是我们俩从国内回来 就一直说要收拾 这个还有一个什么 我天哪 这个是我们夏天玩的那个 飞盘 现在还在这儿扔着 OK 所以说今天晚上的任务呢 就是要把这块全部收拾好 长穿的放到上面 不长穿的放到那边 行 好吧 你先把所有的鞋和拿下来好吧 我们刚才去楼下把大概十几个鞋盒 全部都扔掉 然后现在这边已经完全收拾好了 哇 有没有还不错 挺棒的 现在我们摆在外面的鞋 都是我们日常穿的比较多的 大家一看全是黑色 这一块是我们平时把羽绒服 就会放到这块 然后还有两个滑雪板 然后上面有放一些鞋盒 这些鞋盒大部分都是我们这块的鞋盒 我们在这个储藏间呢 我们在最上面放了一些 就是夏天的鞋子 然后在这个副卧的这个上面呢 我们准备放一些空盒子 因为其实副卧的这块 放衣服已经就是很沉了 有没有觉得每次收拾完东西 有种断舍离的感觉 超级爽 刚才把那 就是把刚才那么多鞋盒全部蒸掉 我就觉得超级爽 就之前我们 因为都是垃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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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这边呢 还有两袋子鞋 我跟大家讲 这些鞋大部分都是我的 这双鞋是我四年前买的一双Nike 哈哈哈哈 是四年前的审美 还有这双小白兔鞋 哇 这个也是当时很火 结果买回来以后就穿了美两次 然后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鞋子 这个鞋好像也是一个Nike的那种限量 结果买回来以后也是没怎么穿 就是我们准备明天去把这些鞋子给卖掉 如果卖不掉的话呢 就把他们全部捐出去 吃晚饭啦 现在其实相当于是夜宵 因为已经10点多了 这个是买的那个金五鸭掌 这个应该属于吉时的 但我跟腾哥都想吃肉 所以刚才拿微波炉加热了一下 然后这个炒了个西兰花虾仁 好晒的呀 因为我买的是鸭翅 我想吃肉 我不想啃着骨头 略微有一点点咸我觉得 饭准备去喝一个酸奶 腾哥还没吃完 所以我来取 就是他啦 这个大小实在太像儿童酸奶了 给你一个 这很像国内的那种酸奶 我喜欢啊 晒哥给大家say个bye bye 我们这期结束了 bye bye 我们下期见